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碰到字幕翻译的问题 我个人因为会看很多的资讯 有时候会在各种语言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那么一个流冷器字幕翻译功能就非常的重要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自己在使用中的字幕插件 它不是油耗脚本 目前仅支持Chrome 它的名字就叫Language Reactor 无论是英语日语和韩语甚至是越南语都不在话下 我看了看设置 它目前支持语言有50多个世界主要语言 使用它无需做什么复杂的设置 比如我们在YouTube中只需要开启字幕就好 它会把当前视频自动生成的语言翻译成你需要的 在右边小窗还可以实时的预览整个字幕文件 使用鼠标移动到这个播放按钮 也可以激活当前语句的翻译 或者是点击它立即播放该片段 某个单词不认识 鼠标移过去就可以了 点击单词还可以听到读音和详细的一个翻译 标记已知或正在学习中 或者在旁边这个字中 会有当前的视频内容中出现的持评 它从高到低一次排序 登录Google账户 就可以把之前做的学习标记保存起来 右边的导出可以选择Excel表格保存当前的字幕文件 方便后期的编辑 Negregory Actor还能支持流媒体平台Netflix 这样碰到某些没有字幕的视频时候 也能愉快地观看了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语言学习工具 除了支持在线视频以外 本地文件它也可以使用 当然你需要提前准备好字幕SRT文件 目前因为还是Beta的阶段 有些视频格式支持的不是很好 会黑屏 我们甚至还可以选择文本 这里有一段英文 点击进入阅读器模式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开始的地方 边听边看 当然同样在这里也可以点击单词 打开词典 我们还能在网页中一键将网页文本导入到这里 方便大家学习 最后就是当前最火的AI了 Negregory Reactor也有Chatboot 除了可以随便聊聊以外 也给出了几种模型 具体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在Chrome商店中找到它 Negregory Reactor 一个学习语言的强大工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数码产品和软件使用技巧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